AM730舉辦的兩場土地小辯論圓滿結束 但是香港人的土地大辯論可能還有一段時間爭論 兩場小辯論中我最有印象的根據 是施永青先生很風趣地批評 抽籤是不可以解決房屋問題的 他說如果行的話要解決貧窮問題 開多幾次落彩就行了 施永青認為 沒有能力置業又沒有資格申請公屋的家庭 才是最需要政府幫助的一群 那怎樣才能幫到這群沒有資格申請公屋的家庭呢? 在這場土地大辯論裏面 有意見主張先中後陸 甚至有團體認為只要釋放到所有棕地的發展 根本就可以保留新界農地 更加不用填海做地這樣說 回到我們的小辯論 資深測量師彭兆基 和大家上了一堂關於棕地的歷史課 彭兆基同意發展新界棕地 是可以考慮的土地選項 但最大的挑戰是如何重置營運者呢? 新界的棕地不同外國荒廢的工業用地 因為種種歷史原因 我們新界的荒廢農地 很多已經是用來做回收、倉庫、貨櫃場、停車場 又或者收車場和其他港口後勤服務等等 除了賠錢 我們是否不用考慮如何重置這些儲藏著大型建築器械的倉庫呢? 我的答案很簡單 我當然支持發展棕地 那農地呢? 農業在香港已經是識微了幾十年了 大部分農地其實只是沒有其他棕地用途的荒廢土地 當香港的土地短缺去到這麼嚴重的時候 我看不到先中後陸有什麼邏輯可言 我們要發展棕地 同時更加要發展其他已經荒廢了的農地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